在陈家的主屋里,戏子小牡丹诉说自己微苦的绅士。 奴家七八岁,就被家里卖给了人牙子,后来被领进通中老园外家里伺候。 长到十岁,种母邪奴长得娇艳,干脆将奴又卖了出去,这才转折到了戏班子。 奈何奴嗓音不好,年纪又大了不能出绝。 班主这才想出这样的计谋,让奴犒为老爷,求老爷赎了身子。 将来进家门,总是做个姨娘,也好安身立命。 奴开始不肯,那班主就要挟,又将奴卖去祭坊。 奴这才应允了,若是但凡有条活路,奴绝不敢如此。 说着,不停地在地上磕头,发迹都散乱开来。 老太太是慈悲人,就抬抬手上奴一条活路吧。 二老太太董是慢慢转动手里的金丝熏香球。 董妈妈上前问道,你如何知道我们家里二太太是活菩萨? 小牡丹不敢隐瞒。 是班主说的。 说陈家二太太乐善好施,陈家总是拿出米粮开粥场。 无私那些凶神恶善的富户柜门,是人不吐骨头,让奴放心,奴找上门定会受善待。 就算不收留奴,你会给些银钱。 二老太太董事不留痕迹地看了一眼旁边的萧氏。 萧氏不大会演示情绪,听得小牡丹这样说,脸上表情一变再变。 诧异,真被林依猜着了老爷是被陷害的。 惊讶,这些恶徒竟然看中了陈家人善好欺负。 愧疚,自己冤枉了老爷。 董妈妈也看不出什么端倪来,细子的话真真假假让人难以分辨,三太太又不似在耍花招。 老三媳妇,你看这件事怎么办。 二老太太董事突然开口问,若是,整件事是萧氏安排的,萧氏心里总该有个章程。 他就看看萧氏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 扭送官府,细子都这样求了,他也不忍心就这样白白地要了他一条性命。 就这样算了,那老爷的名声要怎么办? 萧氏也拿不定主意,扮上才抬起头,向董事求助。 依您看,怎么办才好啊? 我……我也…… 窝囊相又出来了,若是他的媳妇,他就要被活活气死。 董事看也不想看小萧氏一眼,就算这前前后后有人安排。 也不会是小萧氏。 董事沉声道, 既然已经招任了,就送去官府。 好让外面人知晓,我们陈家也不是好欺负的。 小牡丹听的这话,一下子瘫在地上。 老大大饶命啊,都是班主,跟奴没有关系。 谭妈妈听得手心出汗,万一小牡丹经不起盘问,又反口那要怎么办? 正思量着,外面传来婆子禀告的声音。 接着,董事身边的陈香快步走进屋。 老太太,三老爷,三太太,前门传来话,续班子的班主带着人跑了。 小牡丹眼前一花,出了一身的冷汗,显然班主将他一人扔在这里不顾死活。 线下他已经无路可走,不能得罪陈家,只能将所有的错处都推给班主,否则陈家定不会让他有好下场。 谭妈妈听得这消息也松了口气,没有了后路,这小牡丹也该知道怎么才能活命。 老太太。 小牡丹哭起来,奴妹要说半句谎话,那黑心的班主果然逃了。 董事确定,这里面有人在捣鬼,大事已去,他也不用再问了,于是挥挥手,让董妈妈将小牡丹带下去。 这小牡丹就算没唱出绝,嗓子还是极好的,悲气地哭喊着,老太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门外的林芳已经很多次从母亲田室那里听到这句话,母亲每次说起,她就会趴在母亲膝头,静静听母亲讲经。 这一次,这句话从下家的女人嘴里说出来,她说不出的恶心。 林大太太陪着林老夫人在东侧市里吃过饭,饭后,一家人坐在一起说了会儿话。 林老夫人最喜欢听林郑青背书,十年如一日。 林大太太笑道,郑青年纪不小了,管四爷五爷过来背吧。 林老夫人摇了摇头,清哥长得和老爷年轻时最像,老爷成就了一身的功名,林家将来的责任就落在清哥身上。 她活一日,就要督促清哥一日。 清哥已经要考秋围,老夫人还像是考小孩子功课一般。 林大太太就算心里不满意,也没有了法子,只得笑着让儿子进屋。 今日都学了什么,背给你祖母听。 林郑青进了内室,屋子里一下子寂静,所有的目光盯过来,林郑青刚吃饱的肚子顿时翻滚。 吃饱了饭就要让人满意,让人知道她的饭不是白吃的。 林老夫人考教完林郑青的功课,林大老爷一家这才回到自己房里。 丫鬟端了茶上来,然后全都退了出去。 林大太太忙询问林大老爷。 怎么样,陈家那边什么情形? 林大老爷皱起眉头。 陈家有人出面,要将戏子送去官府。 班主吓得带人直接出了惊。 林大太太吸了口气。 你怎么没阻拦? 林大老爷道。 我怎么来? 陈家人都盯着呢。 这时候我让人出面,那不是自投罗网。 一辈子就这样小心翼翼,窝窝囊囊,什么事都办不成。 林大太太冷哼一声。 哼,我让你再看几日,找到陈云远的错处。 你偏要从中推波助澜,鼓动戏班子去害她。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眼见就要成了,你却要缩手。 那不是前功尽弃吗? 那小消失的性子我还不知道。 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如何能处之妥当? 那陈二老太太又是绝对不肯伸手帮忙的。 你只要让西班子盯陈家两日,就能将陈家盯垮了。 到时候陈云远失意,你在身边相陪。 还怕陈云远不将扶女的事透露给你。 林大老爷的文人气质,在婆娘的教训下酸气上涌。 我早说这样不妥当,你偏不肯听。 想要和林家交好,就大大方方地去说亲。 弄这些,盈盈勾勾有什么意思? 林大太太被骂得一正。 你说谁盈盈勾勾? 说着,眼圈红起来,看向旁边的林正清。 我还不是为了清歌? 娶了陈六小姐,清歌日后那有什么好前程? 打垮陈国公是整个林氏一族的事,怎么不让二房的人去和陈云远拉上关系呢? 林大老爷咬牙切齿。 还不是你听说陈云远手里有证据,你又和小萧氏是规格好友,这才自告愤勇。 那时他听说陈家的爵位说不得能还回来,还要托人去打听,陈云远在族谱上是嫡长子。 可是现在…… 死一时比一时。 林大太太水水帕子。 我听说,就算陈家爵位还回来,也落不到陈云远身上。 林正清不沉默就会笑出声来,母亲是看上了陈二太太和她那故意要落水的女儿,因为陈二太太带来了会做生意的蒋家。 跟蒋家人搭上关系,母亲娘家人的日子就好过了,眼前的利益驱使着她。 不过,父亲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林正清听了一会儿开口。 陈三老爷行为不端,让父亲发现了。 行为不端倒还没有,林大老爷表情有些不自然。 林大太太道,陈云远有机会就带着一个小厮去湖边的画房,你父亲恰好壮净。 于是顺理成章地帮忙付了账,要了个戏子陪陈三老爷一晚,第二天再不小心见到狼狈的陈云远。 老爷不过就是顺水推舟而已,男人去画房那种地方能做什么好事? 真是聪明人,两个聪明人在一起才能想到这样的主意。 林正清想到,那天在陈家掌房隔着竹帘看到陈六小姐。 帘子里陈六小姐开始还和旁人说笑,当目光看向她时,沉默又冰冷,一转眼却又毫不在意。 末世,两三次的见面,她终于明白陈六小姐的意思。 陈六小姐那淡蓝色的眼白映着杏花红绿花白,唯独没有对她的喜悟。 林正清很想弄明白其中原因,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她不能为了一个奇怪的女人,就放弃做个坏人。 林正清道,这些年,福建处置了不少官员吧? 父亲打听打听,那些官员中有谁的家眷在经理无依无靠。 正是太太和子女不大可能,多问一问那些得宠的妾室。 说到打听女眷的事,林大老爷看向林大太太。 林依好好睡了一觉,舒适穿戴好,到了冬次间。 掌房老太太已经坐在林窗大炕上喝茶了。 林依不禁脸红,明着是来侍奉掌房老太太的,其实是过来偷懒的。 我起来晚了,林依笑着上前坐在掌房老太太身边。 掌房老太太亲密地看着林依。 年轻人就是睡不够,我记得我像你这般年纪,家里的长辈也惯着我睡觉。 反正已是在家里,晚一个时辰也不打紧,不像将来出了假。 掌房老太太说到这里,笑着打住,转头吩咐白妈妈, 是让厨房摆饭吧。 祖孙俩吃过了饭,在炕上玩叶子牌。 掌房老太太不经意地提起起起家。 舅舅没有来往。 林依摇了摇头, 自从小牡丹找上门之后, 其家姐妹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 掌房老太太皱起眉头。 书香门第就是这样穷酸腐气重。 只要听到些风吹草动,都要停下来看个清楚。 生怕别人是乌墨染了他家的宣旨。 这也是人之常情,林依并不在意。 过阵子就好了。 掌房老太太紫想地笑着, 你这孩子倒是心路宽。 说着欣慰地点头, 这样好,能容得下人将来才能持家。 任谁经历过他从前的事都会心宽起来。 老天能给他重来一次的机会, 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恩惠, 他只要快乐生活的就好了。 再说, 其家姐妹能有多少思量, 担忧的都是长辈罢了。 他们规格中的小姐也只能听命于长辈, 换作他也是一样的。 找房老太太道, 那边怎么样, 就没有人又提起小母的。 大太太倒是明里暗里地提过几次, 消失开始不好意思, 后来也就见怪不怪随他去了。 父亲虽说明面上是被人陷害, 可毕竟是去了画房, 别人说得有凭有据, 他们也不能与他们个个去分辨, 只要朝廷不追究, 言官不谈和就是最好的了。 二老太太董事让董妈妈将整件事查了一遍, 并是知晓了长逢老太太在暗中帮忙, 每次他过去给董事请安, 董妈妈那双眼睛总要在他身上来回打量, 他就算再低头温婉, 恐怕董事也不会相信呢。 从此之后, 他行事就要更加小心。 林婉带他还是从前, 甚至都有安慰的话, 林芳就忙着准备去给宁平侯家老夫人拜授, 每日读诗词歌符, 选衣料, 头面内外兼修, 没时间来他房里找茬。 宁平侯, 长房老太太想了想, 全来的轻车都尉, 后来在围猎时救过当今圣上。 他女儿进宫之后, 他带兵去了南疆, 回来之后封了一等侯。 这是真真切切用女儿恩宠混来的爵位。 林姨从前听说过宁平侯, 那是因为宁平侯的五女儿许过康郡王子郡王妃, 结果那位孙五小姐生了一场大病, 将婚事拖了下来。 后来听说, 真正的原因是, 宁平侯为爱女五小姐, 觅得了比康郡王妃更好的前程。 宁平侯一家正左右衡量南门亲事更好, 这件事就被康郡王知晓了。 康郡王也颇有些傲气, 很快就从宁平侯那里脱身而出。 他临死前听林郑卿说, 皇上降旨赐婚给康郡王, 大约是康郡王娶了当今太后娘家的侄女, 侍卫才冒生权的小姐。 林姨想到这里, 不由得想起来, 前世父亲这时候已经认识了康郡王, 康郡王和宁平侯家婚事出了岔子之后, 父亲那时候和康郡王私交正身, 这才有了康郡王遇纳他为妃的传言。 其实父亲根本不敢高攀宗亲, 他更是连康郡王府也没去过, 婚事更加无从谈起, 林郑卿西婚之夜拿出这件事, 不过是折辱他。 田氏和林芳想要高攀宁平侯, 这样的人家利益当头, 田氏不一定能讨得多少好处, 不过反过来想, 宁平侯能请田氏, 是不是代表田氏也能为人所用? 掌房老太太看一眼林芸, 这二太太走动的身跪夹越来越多, 我们不能不小心些。 林芸合手, 重活仪式虽然过得轻松些, 可她没忘之前的教训, 只要让二太太董事一家得了机会, 必然还是和从前一样。 那小母的? 林芸想想也觉得后怕, 掌房老太太沉下眼睛, 没酿成多大祸事, 打了板子就可以放人了。 放人? 林芸看向她冰冷的表情, 脑子里可怕的念头一闪而过, 无论怎么样, 都不能让小牡丹再胡说, 尤其是董事还虎视眈眈, 外祖母的处置法子没有错, 只是…… 可以让人家小牡丹远远地带离京, 若是谁再把她找出来弄回京里, 那就是明摆着要陷害父亲。 掌房老太太低头看林芸,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林芸慢慢道, 小牡丹是小事, 重要的是谁在害父亲。 掌房老太太仔细思量, 我是想要弄清楚, 就怕你老子将嘴闭得严实, 什么也不肯说。 那就想办法让父亲说。 到了中午, 萧氏前人来说, 陈芸远晚上下芽, 来看掌房老太太。 掌房老太太面上安稳, 其实心里十分高兴。 林芸松口气, 有骨气的父亲能向掌房靠拢, 实在不容易。 下午, 陈芸远和萧氏带着横哥 一起进了念词堂请安。 掌房老太太让横哥和林芸, 一左一右坐在身边, 陈芸远和萧氏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掌房老太太满面笑容地和陈芸远说起家常来。 从前你每次过来, 云里都要厨房准备好八宝鲑鱼和粉蒸排骨。 这次我仍旧让厨房做了这两个菜式, 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爱吃。 掌房老太太的一句话就让陈芸远眼睛里泛起泪花, 不但想到那个关怀他的大哥, 更想起从前的岁月。 陈芸远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这两个菜, 哪里做的都不如您这里的好吃。 既然爱吃, 一会儿就多吃些。 晚饭, 陈芸远果然多吃了些。 大家吃过饭就在一起喝茶, 林依仙和横哥去了西次间, 不一会儿功夫, 萧氏也被织出来。 妹妹见过齐二公子吗? 趁着萧氏出去张罗茶点的功夫, 横哥提起齐二郎。 他只是隔着帘子见了一次, 林依侧头看横哥。 你见到了? 横哥点头。 见到了。 说着, 仿佛要哭起来。 借了我两本书, 还留给我不少的课验。 先生说, 有师兄指点科业是好事, 可是那齐二公子 比咱们父亲还要严肃。 林依仪的诧异。 齐二郎怎么会到书院里去? 他不是国子监禁读吗? 横哥的。 因为我是齐家写信推荐的, 齐家哥哥正好来找书院的先生。 先生就将我叫过来, 让齐家哥哥平时多指点些, 明年好参加俯试。 横哥读书早, 父亲也是盼着他能早点取了生缘, 想必将横哥送进书院的时候, 与先生说了这一劫。 横哥垂头丧气道, 齐家哥哥板着脸说了, 照我这样的进度, 三年也考不过。 林依愕然, 这齐二郎还真是心正口直, 就这样把实话说了。 肖氏进屋看到横哥的模样, 慈母的心肠又泛滥, 不停地安慰横哥。 哎, 慢慢来吧, 三年就三年, 那时候你也不大呀。 横哥听了肖氏的话, 欺然地看着林依, 眼泪要掉下来。 肖氏这话是火上浇油, 齐二郎说的是三年也考不过, 没说三年保过呀。